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他是笨蛋蠢猪 在很多史书中 宋湘公根本排不上名号 可是司马迁却认为 宋湘公无愧霸主之名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宋湘公是凭借什么 登上霸主地位的呢 今天这一讲 我们就来领教一下 宋湘公这位争议人物的故事 宋湘公名叫姿甫 他是宋桓公的嫡长子 也就是太子 姿甫还有个哥哥叫穆怡 穆怡这个人啊 很能干 而且品格高尚 只可惜 他的母亲不是正事 所以才没轮上当太子 姿甫觉得自己才能不如哥哥 就要把太子之位让给穆怡 可穆怡坚决不肯接受 父亲宋桓公觉得 姿甫这孩子能主动提出让贤 这品格简直能跟姚舜相媲美 这太子之位非姿甫莫属 从此啊 宋国太子仁义的名声就传遍天下 宋桓公死后 资府即位成了宋湘公 之前咱们讲过的齐桓公啊 是当时的诸侯盟主 他非常器重这位仁义的宋湘公 正巧当时齐桓公自己的几个儿子 正在为争夺军位勾心斗角 齐桓公在管仲的建议下 就让宋湘公来当齐国太子的监护人 宋湘公这个新君主 刚一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就接下了天下霸主齐桓公的脱孤重任 宋国在诸侯当中的威望大大高涨 果然齐桓公一死 齐国就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内乱 齐国太子昭只好来投靠宋湘公 宋湘公毫不含糊 率军平定了齐国内乱 把太子昭扶正成了齐孝公 宋湘公不负先人所托 又绣了一把宋国的肌肉 这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实力上 都赚了个满分 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 宋国的威望达到了顶峰 这个时候的宋湘公 觉得自己就是齐桓公 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是未来的诸侯盟主 于是他要学着齐桓公的样子 召开诸侯盟会 准备接过尊王攘夷的重任 之前咱们讲到过 齐国作为诸侯的霸主 制定了一条重要政策 就是捍卫中原之主周天子 同时抵御蛮夷部落的入侵 这就是尊王攘夷 而当时被其他诸侯国 看作是蛮夷之国的楚国 正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 所以宋湘公想借助盟会 用外交的实力压压楚国的锐气 这时候宋湘公的哥哥 沐夷就劝湘公 咱们宋国只是个小国 小国出头搞盟会 到时候枪打出头鸟 肯定是咱们自己吃亏呀 但宋湘公不听 盟会在春天召开了 宋湘公要求 楚国不再欺负周边的诸侯小国 楚国那时还没有掂量出 宋湘公究竟有多少能耐 简单口气那么大 参会的楚国大臣就先硬撑了下来 一见楚国低了头 宋湘公高兴坏了 楚国肯低头 那就天下太平了 于是宋湘公再接再厉 决定在同一年的秋天 再搞一次和平大会 这次他特别邀请楚国的君主 楚城王 提醒他务必亲自参加 宋湘公是好心好意 在营造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 可在楚城王的眼里 你这分明就是想看我 楚国低头的笑话 公子沐夷已经猜到 楚国会出阴招 让宋湘公小心提防 可宋湘公却坚持认为 楚城王绝不会在天下诸侯面前 胆大妄为 完全没有把沐夷的话放在心上 结果呢 楚国偷偷埋伏了军队 当场劫持了宋湘公 压着他直接去攻打宋国 多亏了公子沐夷早做防备 楚城王才没能攻入宋国都城 后来多亏鲁国出头 带着诸侯们一起说和 楚国才在冬天 把宋湘公给放了 虽然吃了一次大亏 但宋湘公还想着要承担 天下盟主的责任 他已经亲自领教了 楚国的狼子野心 要是中原诸侯不能同仇敌忾 那一定后患无穷啊 这时诸侯当中的第一枪头草 郑果背弃了当年齐桓公的盟约 投向楚国怀抱了 宋湘公觉得 如果不教训一下郑果 弱小诸侯们不就都要纷纷倒戈了吗 这样的话 齐桓公和管仲奠定的尊王壤仪大业 就算彻底瓦解了 可是天下没有人敢出头跟楚国对抗 宋湘公一拍大腿 那还是我 当仁不让吧 从国力上对比啊 宋国远远不如楚国 就在宋国攻打郑国之时 楚国立刻出兵去端宋国的老窝 宋湘公撤军回防 在一条叫洪水的河边遭遇了楚军 两军夹河对阵准备第二天决战 这场战争被称为洪水之战 就在决战的关键时刻 楚军开始渡河 沐夷献祭说 敌众我寡 趁他们渡河这个好机会 咱们得赶紧攻击啊 可是宋湘公却不听 不行再等等 楚军全部渡河 还没排好阵型 沐夷说 楚军现在还乱糟糟了 咱们现在赶紧攻击 还来得及快打吧 可是宋湘公还是不听 不行再等等 那宋湘公到底等什么呢 原来他非得等楚军 列好阵势 在堂堂正正的决战 结果呢 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 宋国被打得大败 湘公自己大腿上受了重伤 逃回了宋国 宋国人都怪湘公不会打仗 一物战机 宋湘公却说 君子打仗 不应该利用别人的地形劣势 也不会像没有列好阵型的对手 发动总攻 沐夷听了直叹气啊 打仗真要像你说的那样 不如直接投降算了 打了败仗受人指责 这些事对宋湘公还不算最糟糕的 很快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洪水之战大败 宋国被迫与楚国签订盟约 这时候当初宋湘公一手扶上位的齐孝公 突然以宋国投靠楚国为名 攻打宋国 这分明就是背后捅刀子 齐孝公的恩将仇报 击垮了宋湘公最后的心理螃蟹 洪水之战后的第二年 宋湘公就在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下 郁郁而终了 这就是宋湘公的故事 看起来他并没有像其他霸主一样 成就一番霸业 反而是一次次自不量力 最后惨淡收场 后世也有很多人嘲笑宋湘公非常愚蠢 但是司马迁却高度赞扬了宋湘公的礼让和仁意 也正是他的人意 让司马迁把他列为了春秋五霸之一 那为什么司马迁对宋湘公的评价如此高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咱们得明白两件事 第一件是儒家学者一向对仁意非常推崇 把宋湘公看成是一位道德榜样 是先秦儒家早就有的一种现成观点 第二件事 宋湘公在司马迁的笔下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历史还原 而更像是一个代表仁意的类型化人物 其实史记对宋湘公这段历史 做了特殊处理 史记讲述宋湘公这短短几年的称霸经历 就集中在两个焦点上 一是他有让国之嫌 二是他努力要继承齐桓公的一命 特别是在推行尊王壤仪事业这件事上 他平定齐国内乱 抵御楚国侵蚀中原 干的都是好事 只可惜宋国实力不济 也没有诸侯愿意真心帮助他 虽然最后撞得头破血流 但宋湘公的初衷是好的 他的失败反而堵起来有一股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的悲壮感 另外你要注意了 史记对宋湘公这段历史的描述可是有删改的 在左传里就记载过宋湘公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他曾经劫持了小国增国的国君 拿他去当诸国祭祀土地的贡品 这个历史污点 史记却只字不提 这难道是司马迁没有看到这条史料吗 当然不是 这是司马迁的一种写作手法 为了突出宋湘公的人意形象 而有选择的讲述了这段历史 我们或许可以说这种仁意不合时宜 但是如果我们批评宋湘公的人意是愚蠢 那这所谓的聪明 难道不是等于再认同阴险狡诈的楚庄王 和忘恩负义的奇孝公吗 明白了史记的这一层用意 现在你会如何评价宋湘公呢 欢迎你把你自己的想法写在留言区和我分享 今天宋湘公仁意的故事 读得心里堵得慌马 下一讲我们换换口味 来讲一个千古文明的复仇故事 咱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